嗨,我是Kopa 2020年12月4日 國際服三週年 真的推出很多的任務 這個也是其中 當天推出來的其中一個 潛能官 當天總共推出兩個潛能官 一個強攻官 今天一併都介紹了 這個是群星競演世界最頂尖的球場 技能爭水是李鮑爾的 加泰隆尼亞爭水 他是給這四位 同樣是12月4日這一天推出來的星球員 潛能覺醒使用的 這個爭水就是在你編輯技能特域的時候所需要的 打開他的每一項技能 都是需要靠爭水 那這四位所以你需要的量子特別的大 那當然建議你一定要想辦法打到 能夠使用跳略卷 我們來看看 這關的設定 看完之後你就知道其實也沒多難 我們來看電腦設定 玩家因應總共才三項 必殺技的限制 S30 A50 B50 C40 電腦全員 S1 看到這裡你就知道這一關根本就是送你的啦 然後呢 規則限定 JY球員加80% 看到這裡你就知道了 其實JY球員出到現在真的是超級的多 你派上JY球員 同樣的 就跟上一個關卡一樣 亞洲預賽球員加80% 這也是JY 你只要都派上這些球員 電腦自動打都可以達到跳略的資格 這關是隸屬性的GK洛林圓山電腦方 那我建議你使用速屬性的FW 全隊仍然是球團混合屬性無特技 這個無特技我指的就是前能或被動 兩個技屬性的前鋒 一個隸屬性的前鋒 都跟剛才的另外一個景川的關卡很類似 接你使用隸屬性的GK 隸屬性的GK就可以了 其實你這一關不用太刻意去管使用什麼守門員 我講實話 畢竟你都派上JY球員的時候 電腦方根本連射門的機會都是零 他在S1 基本上過不了我們玩家已經練好的球員了 所以這一關可以輕鬆打 難得又是大放送 最後仍然是關於國際服的衝球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想詢問的話 歡迎你經由這三種方式教我為好友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